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海洋 来哇 唉帮我端杯茶来 不行我想喝这种咖啡 帮我煮好一点 实际准备好了没有我要出门了 嘿嘿你想不想过这种生活 哇还有园丁还有大花园 你是否有成为名门贵族的命呢 哎呀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告诉各位啊你想不想 你知道有多少豪门啊是这种命吗 司机准备车子准备好了 而且不是小车子 最起码嘛是Benz以上 要不然就是宾利要不然就法拉里 好那你家里呢住的是什么 哇开玩笑那是几亿的豪宅呀 好我去过心意之心 因为有朋友住在那我就进去过啦 然后呢我去过呢 台湾仁爱路最有名的豪宅叫什么 地宝 好所以呢 哎我的有一些朋友住在地宝呢 那你想想看啊 你是不是可以沾到很多呢 富豪贵气呢 当然这中间呢到底呢 你的命格有没有呢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 如果你的命格有的话 那就恭喜你啦 谁不想飞黄腾达 啊这辈子就想尽荣华富贵呢 你知道以前啊古代啊 是不是有上经复考 当了什么 考上了状元以后呢 把她的昭康之妻给丢弃了 然后呢入主了 什么给公主呢遭罪了 给皇上的女儿遭罪了 你想想看也有这种 这种叫做陈世美啊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吧 陈世美有听过吧 没听过啊 年轻人没听过 下一次呢 去找一本陈世美的那个 网路上都有的 应该可以找到来看一下吧 就是抛弃了她的昭康之妻 好现在还是仍然有 好你是天生呢 还是机会 还是有钱人 达官贵贤呢 真的有些人的命喔 就是超级好的 一生下来 含着金汤吃出事 拿着金饭碗 哇天啊 那你多开心啊 但是也要有这种命啊 好就不用像我这样 坐在这里啦 对不对 每天忙碌不堪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你是否有成为名门贵族的命呢 有你吗 来仔细听好了 好海洋老师要跟大家解析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的命盘里面 我们的紫微朵书的命盘里面呢 有紫微天府 天相 左府右臂 紫微天府 加上左府右臂也可以 紫微天相 加上左府右臂也可以 在命宫或大运 什么叫大运 你现在这个年龄的运势 或者在你前面那个运势 每一个十年有个大运 每一个十年有个大运 但这个大运是代表这十年的运势 所以呢在命宫 你的命宫有没有叫做命宫 还有一个是身宫 身材的身我忘记写上来了 身材 我们的身材好不好 对不对 那个身材的身身体好不好 那个身 好命宫身宫或大运呢 如果你是在武宫 魏宫成功跟蓄宫 好我讲一下 只为天府呢 天相 左府右臂 一定要加左府右臂才有用 因为左府右臂是什么 这个有文官跟武将的意思 你看有开车的 有帮你煮饭的 有帮你倒茶的 有帮你洗衣服的 天啊 那还有帮你打扫你的前花园 后花园 还有帮你打扫房间的 你就像什么 一个大贵族一样 你看到没有 那贵族一出现的时候 都是怎么样 哇 光鲜亮丽 好我们可以看到英国 英国的 对不对 英国那些贵族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坐着马车 非常的优雅 然后呢 马前竹是一大堆 马夫一堆 然后呢 哇 他那个敞篷啊 是马车 真的很大风 他们每一次呢 出来呢 巡视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呢 在做任何的庆典的时候 看到了没有 戴了一个那个贵族帽 每一个女人 几乎都戴了贵族帽 好以前呢 丹娜王辉 就是英国的 丹娜王辉 记得吧 他最喜欢戴帽子 然后那个帽子 不是凤飞飞那种帽子 我们的凤飞飞 也算贵族之一啦 但是呢 他是一个歌手 那但是呢 你看到英国吗 最近呢 这两个王子呢 这几年不是结婚生孩子的吗 其中有两个女人 嫁给的这两个王子吗 另外一个是什么 明星 对不对 一个是呢 不一样的身份喔 所以呢 你看 嫁入豪门以后不得了 好你的命格 有没有这样子呢 如果你的命格是 只为天府 左府右臂 只为天相 左府右臂 在命宫或大运 或者在身材的身宫 武功卫功 成功续功 都算 好不好 这就是你天生富贵 名门贵族的命 好我解释一下喔 像那个连战先生 他就是只为天相 左府右臂 好 那另外呢 我们接着下来 来看一下喔 那只为天府 当然也有了 我刚才检查过很多所有的当总统 副总统的 吓死了 包括那个台北市市长的命盘 几乎呢 都是跟我讲的这些差不多 来接下来 我们来看 太阳太阴 左府右臂 或者那 太阳太阴 文昌文曲 好文昌属于文人 左府右臂代表什么 你有店前厨 你只要坐上车子呢 马上有人帮你那开车 马上又 你下车 有人帮你遮伞 看不得了 我告诉各位喔 太阳心是一颗呢 慈爱之心 太阴心呢 是一颗呢 皎洁的月光之心 这两颗心 如果是坐在你的命宫 或深宫 或者是 你 除了这命宫深宫以外呢 在你现在这个大运里面 也算是 也算是你走了十年大运 有时候不走十年 不只走十年大运 像命宫深宫可能是走什么 走中年以后的运喔 好 太阳太阴 如果是坐在望宫 什么叫望宫 太阳要得地 得地的位置在哪里呢 保宫 早上日出浮伤的保宫 保宫就是早上呢 五点到七点 三点到五点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那五点到七点呢 太阳已经升到天空了 好七点到九点的太阳 是在陈宫 在龙的宫位 接下来呢 在四宫 好 四宫 几点 七点 刚才讲说七点到九点在成功 九点到十一点 在四宫 接下来呢 十一点到一点 在五宫 这些宫位都不得了 好如果你是坐在呢 丑宫 卫宫 四宫跟亥宫 也算是非常好 也算是非常好 好 因为亥宫的话呢 他是属于呢 属水的宫位 那太阳心有水就不会 烈焰高张 好 那四宫的话是属火喔 那丑未属土喔 好 如果你的命宫生宫在 丑宫卫宫 四宫亥宫 也是富贵名门之命 好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命格呢 紫微化全 天府 左府右臂 或者是五曲心 好 在隐宫 深宫 四宫跟亥宫 在这个叫四生地 如果你是紫微化全 天府心 通常都会坐在隐宫 或深宫比较多 那 紫煞 比较会坐在呢 紫微七萨 那紫微七萨 就会会到五曲心 五曲心是财心 所以呢 如果紫微化全 代表他掌握了大权 紫微化全的人呢 他是比较固执的 但是呢 因为紫微是最高权品之心 所以通常呢 官位非常高 如果你是职位的话呢 在公司的职位呢 等同呢 董事长的职位咯 或者总裁的职位 才会有是这样的命格 所以如果你是女人的话呢 做上这样的命格呢 你有像男人一样的性格 就是比较大气的性格 所以呢 你会成为名门贵族吗 可能自己打拼来的咯 好 那也可能呢 如果女孩人是属于那种 比较柔弱一点的 可能就嫁入豪门 那如果男人的话呢 因为有紫微化全的关系呢 在事业上面通常都会飞黄成党 到中年以后呢 自己成为名门贵族 好 这种名门贵族有可能就是 去选举 选上了什么 副总统总统啊 然后呢 还选上了什么 要不然就是选 刚上了行政院院长啊 例如这样 这种命格人呢 都是有富贵的命格 好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一种呢 左府右臂加连贞天府心 好 李登辉就是这样的命格 连贞天府 加左府右臂再续功 好 再财伯功 三方四正再续功都算 再续功 这个连贞天府 连贞心它是一个事业心 天府心呢 它是一个财库心 左府右臂呢 代表呢 有文官跟武将 所以呢 这种命格呢 你看喔 他年轻熬熬熬熬熬 熬到后面呢 哎 媳妇熬成婆 熬到奖基国要死之前 人家问他说 那下一个总统是谁 他说你 你等会儿 结果大家都以为是李登辉 结果这个是个笑话 结果李登辉就是什么 左了十二年的总统耶 所以想想看啊 一旦呢 你的命格运势到来的时候呢 那不得了 好 这种命格呢 那就是靠 你看喔 我们讲讲呢 李登辉先生呢 戴景英过往了 但是呢 你知道他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婆 就是曾文慧 曾文慧呢 在三支地区呢 在淡水呢 是 曾家呢 是望族 所以呢 李登辉当时呢 跟曾文慧结婚的时候呢 真的是靠着曾文慧家里的喔 这种喔 欸 这个 贵族关系 喔 所以他就一路呢 回房屯 打开到日本去留学了 好 所以我们呢可以看到呢 你看看命格里面多么重要 好 你的命盘里面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话 不要用等待的 要积极努力一下 好不好 如果是女人呢 你也可以加入豪门喔 不一定是男人 那靠群带关系而已喔 可以取代一个喔 我刚才讲过 如果不是金控的 不是金控的 董事长的女儿嘛 最起码也像曾 我们曾文慧喔 这个前前总统夫人一样啦 家族呢 是在三支淡水 不得了 名门望主 好 那当然啦 欸 听说她的父亲也当过关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讲完了 所以呢 你期待吗 期待自己就是这样的命格吗 好 海洋老师呢 后续呢 会陆陆续续呢 来跟大家讲一下呢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命格呢 很重要喔 那你们可以检视一下自己的命盘喔 现在网路上面都可以当落喔 那你只要上Google去就有了喔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呢 你的命格到底是不是富贵双全之命呢 好很容易 还有呢 你想要当富贵双全之命 女孩子要温柔 你如果恰伯伯 我给你说你不过念 嫁入豪门 人家看到你的脾气 人家不想娶你啦 好 那另外一种男人的话呢 你如果太软弱无能 你也娶不到这样的老婆 所以呢 性格也会决定你的未来喔 好 海洋老师呢 已经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如果有不懂 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 那 那 请大家呢 可以尽量尽量在下方留言 最重要的是 你要分享给你的孩子 同学 还有呢 你的兄弟姐妹朋友们呢 同事们 好 分享种福田喔 按赞一下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如果还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 来按订阅 按分享 好 然后呢 开启你的订阅小铃铛 随时可以收到海洋老师的直播 谢谢你们 拜拜